指昂是現在國七 就是國一的年紀 但是經過老師的評估過後 他認為他可以上到國八的課程 所以他現在目前在老師這邊上 國文、數學跟理化的部分 因為子昂對數理方面是特別有一些興趣 然後他也有這個天分 那姊姊的同學之前在這邊上課 那覺得老師這邊的教育是屬於比較啟發性 然後思考性的模式 也許比較適合子昂的學習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來試聽過後 子昂很喜歡這裡的環境 也很喜歡跟老師做互動 所以我們就決定讓子昂都在這邊上課 這邊是屬於比較小班制的 那子昂很喜歡跟老師之間的互動 然後在上課的時候也是有問有答 那他也很喜歡問一些問題給老師 然後其實這個教學相長的部分 他子昂也都會得到很多的啟發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因為子昂現在國七是青春期 那情緒上面就會有一些起伏 那我覺得這邊的老師呢 好像大哥哥一樣都可以幫忙安撫他的情緒 然後規範他的一個學習的狀況 然後幫助家長能夠改掉他一些不好的小習慣 我覺得這個是除了學習方面 更有加分的地方 我會覺得就是這邊的小朋友 跟老師之間的互動是非常好的 然後那老師也有那個余韻可以照顧到每一個小朋友的狀況 那我覺得不管有沒有來聽過 來試試看 然後覺得自己喜不喜歡這個環境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不是說外面怎麼做廣告啊什麼的 那我覺得小孩子喜歡是最重要 能夠學習到東西才是最重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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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